嗨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号 欢迎收听Quick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引人入胜的科技新闻 近期有消息指出 由特斯拉前高层带领的DG Innovate计划正着手开发一种令人惊讶的理替代品 以降低电动车电池成本 这究竟是什么神奇的技术呢 让我们一起深入报道 DG Innovate计划由特斯拉前高层领导 旨在利用生物废物和纳来为电动车提供动力 据悉这家公司已经筹错了大量资金 并取得了重要的技术突破 预计将在明年进行最终测试和制造 这项技术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 因为这种独特的电池不仅能为电动车提供动力 还能储存再生能源DG Innovate的执行长 Peter Barden-Flash Hansen和执行董事Joken Rudd的领导经验丰富 他们曾参与特斯拉在欧洲和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推出 这项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制造一种电池 无需使用昂贵难以收集的材料 如理 同时确保足够的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 而使用纳作为替代品并非新概念 其他大型电动车制造商也在研究这一技术 DG Innovate更是运用专利技术 以生物废物制造硬碳阳极 使电池在充放电循环中达到锂离子无法匹敌的效果 而透过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低能耗处理技术 成功将垃圾转化为低成本 可持续且环保的电源组与传统锂电池相匹敌 更令人惊奇的是 DG Innovate团队表示 这种垃圾阳极还可适用于传统的锂电池组 而这项技术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国内 还将提供电池材料给国外市场 以创造区域稳定 这对于一些国家因材料供应不足而感到担忧的情况 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绿色未来的理念下 DG Innovate计划在2025年初展开商业销售 他们表示 使用真正可持续的原料 确保所有人 子孙后代都能获得原料 这项技术的崭新思维 不仅能推动电动车领域的发展 同时也对环保和资源在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 双光子聚合 随着奈米和维米及3D列印技术的兴起 这项技术在维光学和维机械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双光子聚合 俗称2PP 是一种先进的维形3D列印技术 具有极高的解析度 1997年由大阪大学的Shoju Morrow等人首次开发 此后 许多公司纷纷推向市场 使这项技术商业化 这项技术的原理基于光聚合 通过高强度雷射光束在焦点处引发聚合反应 形成3D模型 2PP与传统的立体光刻技术相比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需要光子同时吸收两个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激活 这意味着雷射强度必须非常高 技术的核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用超短脉冲雷射光束 双光子聚合的优势不仅体现在高精度解析度上 还表现在制造小型物体的效率上 这使得该技术在为光学 为机械 为电子 雅医疗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而且这项技术不受设计的限制 可以小规模生产任意结构 可扩展范围从100奈米到公分 同时 由Nanospripe OpNano MicroLight Multiphoton Optics 和Moji Nanotechnology 等公司推出的双光子聚合3D列印系统 逐渐展露头角 为这一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结束我们的报道之前 让我们一同期待双光子聚合技术在未来的发展 它将如何在各个领域掀起更多的创新浪潮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一同深入了解2024年医疗保健领域正在经历的变革 这都得归功于人工智慧的崭新应用 近年来 人工智慧在医疗保健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尤其是在诊断方面 它正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不同于过去单一类型资料的诊断方式 人工智慧透过分析多种患者数据 为医生提供更全面且精确的诊断结果 全球卫生组织也强调人工智慧在整合医疗保健中的关键作用 这反映了对于人工智慧在医疗领域日益增长的共识 然而我们也要保持谨慎 特别是在人工智慧对病患资料隐私和演算法偏差的影响方面 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变得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 人工智慧还将个人化治疗带入一个新的层次 它不仅仅是诊断 更是协助制定高度个人化的治疗计划 从而提供更有效的病患护理 这项进展将使患者获得针对其独特健康状况的更全面护理 然而 人工智慧的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伦理挑战 人们开始关注其对病患资料隐私和潜在演算法偏差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谨慎 确保人工智慧在医疗保健领域得到负责任的使用 2024年 被视为医疗保健领域人工智慧的分水岭 这项技术已经从一个新颖的概念演变为实用工具 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 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 但我们相信医疗保健界将以道德实践为重点 确保人工智慧的融入能够真正增强患者的福祉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将聚焦于太空探索领域 特别是SpaceX近期的成就 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 2023年 SpaceX在太空领域可谓一路顺风 成功执行了98次任务 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这让我们不惊奇待 2024年SpaceX是否能实现创办人 爱隆马斯克提出的100次轨道发射的宏伟目标 而在1月2日 他们将以列英九号火箭发射21颗星链卫星 其中一些还将具备直接呼叫功能 在过去的一年中 SpaceX几乎每4天就成功发射一次火箭 创下了98次任务的记录 这次连续的发射 不仅使其在太空领域旅创夹击 也让马斯克的100次发射目标变得非常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不仅在数量上领先 更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 然而 我们也看到了竞争对手的努力 美国火箭实验室和联合发射联盟等公司 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有不少出色表现 这表明 太空探索领域的竞争已变得更加激烈 各家公司争相展现自己的实力 尽管SpaceX可能未能在2023年实现100次发射的目标 但对于太空爱好者和科技迷门而言 这一年的成就已经足够令人惊叹 我们期待SpaceX在新的一年中继续挑战极限 为太空探索带来更多令人兴奋的时刻 以上是我们对于SpaceX近期成就的报道 谢谢大家的收听 请继续锁定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工业与自动化资讯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重要的产业新闻 进入2024年 对于台湾机械业的发展前景 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评估表明 今年机械业和工具机产值有望小幅增长 尤其在半导体和电子设备等领域逆势崛起 能源应用也显现出成长的潜力 预计下半年整体景气将逐步明朗 从工严院的预估来看 今年台湾机械设备产值预计达到新台币1兆579.8亿元 较去年增长4.9% 其中工具机产值有望达到1185.13亿元 较去年增长2%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魏灿文指出 尽管去年全球经济不景气 但台湾机械产业仍勉强保持兆元出口产值 预估整体景气在今年下半年才会逐步明朗 机械工会进一步分析 制造业对经济发展仍持观望态度 投资设备相对保守 然而半导体等电子设备产业逐渐回温 预期设备需求将逐步扩大 工研院产科国际所评估全球制造产业链库存逐渐改善 今年库存有望回归正常水准 业者投资意愿增强 并估计节能设备投资持续 民间投资可能转正 工具机业订单状况有机会逐渐改善 台湾工具机机零组建工业同业工会表示 景气落底机向逐渐浮现 供应链库存逐渐回复正常水位 台湾对外贸易有望趋于稳定 工具机出口也渴望转为小幅成长 在主要大厂的动向方面 工具机厂东台表示 今年工具机产业景气渴望较去年回温 尤其看好东南亚市场和电路板设备的营运表现 而工具机厂成泰和亚为预估 今年第二季产业景气将见回温 至于能源领域 机电大厂东原董事长邱纯芝表示 欧洲和中国景气尚未明朗 因此大环境难以乐观 然而 今年能源事业成长被寄予厚望 智慧生活事业群营收也有上升机会 在控制工程相关案件方面 由于成本较高 回收需要时间 因此今年的发展方向会更为谨慎 传动原件大厂上营董事长卓文恒指出 今年景气何时回温上未明朗 但若外在环境未有太大变化 预期第一季景气有机会触底 卓文恒进一步预估 从应用面来看 半导体领域在今年到2025年间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会 全球传动原件制造商评估 今年上半年的能见度仍不明朗 尚看不到需求的显著提升 但预计下半年营运将拼回温 并积极布局新能源应用 最后 气动原件大厂雅德克 KY则表示 经济状况有望在今年第一季逐步回温 虽然不会急速复苏 但在能源和照明应用方面 成长需求强劲 未来几季的业绩预期良好 且电子应用需求有望优于去年和前年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